接下來也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其實不太需要什麼計算 他說有兩個人騎腳踏車 比直 因為我們叫直線運動 5秒鐘他的位置跟時間關係圖 然後根據下表回答問題 第一個問題 誰跑得快 同樣1秒鐘 你在這我在這 誰跑得快 這一看就會知道 這一看就會知道 我們要找 3號 3號 誰快 一共上 翔哥 請坐 閻光1秒才走到4 玉翔1秒走到5 所以當然是玉翔快 所以這個不需要 這個其實不需要什麼 知識就知道了 看就知道了 相同時間 玉翔走得比較遠 所以呢 看1秒走一個走4 一個走5嘛 所以呢 玉翔會比較快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不用學到國三 這個其實不用學到國三理化就知道了 那請問你 5秒內 對焰光的平衛光的平衡速度 剛才講過 怎麼算速度 位移除以時間嘛 你位移除以時間嘛 你看他的位移多少 除以時間多少 5秒喔 從0秒算到5秒喔 那他位移有多少 然後他就會有多快 來 可愛的 小老師大人 33號 還有多快啊 多少 多少 一秒多少 一秒十公尺喔 一秒四公尺喔 你知道你錯了哪裡嗎 方向 方向 題目有說啊 題目有說啊 所以你要講方向嘛 速度是向量啊 要有大小有方向啊 要有大小有方向啊 那你這樣的話 就等於明示你下一題啦 玉翔多快啊 這樣就等於明示你下一題啦 玉翔有多快啊 玉翔有多快啊 玉翔 對不起 玉翔有多快啊 No.5 比例5號 你的答案 你講啥 向東 每秒5公尺 你坐 就這樣除一除就好了啊 就是位移去除以時間啊 位移就是後來位子 潛原來位子啊 弄一弄就算出來就是 沒有沒有 正號嘛 這個正直表是正方向嘛 正直表是正方向嘛 正直的正方向是向東嘛 所以就方向向東嘛 你如果算出來就負的表是哪裡 而是向西嘛 所以呢就這樣 簡單小事嘛 來 假如都維持一樣的速度 20秒的時候 電光離出8點多遠 就照這樣走 你要用什麼搭起有余的橋樑啊 或者是用什麼 數學公式算啊 什麼都可以啦 就可以曉得 讓多少 29 年半沒有29 34 新同學 80 90 80 方法很多種啊 你可以根據他的速度是每秒4公尺 就知道20秒一乘就曉得了 所以沒有 那為什麼寫個0加80 這裡為什麼寫0加80 因為兩個問題 一種是問位移是多少 一種是問位置是在哪裡 這一題是問位置在哪裡 你的80是位移80公尺 從0位移80 所以要0加上80 如果你是在10出發 位移80公尺 你就要走到90 聽懂嗎 所以這兩個問的意思不一樣 一個是問你的位置在哪裡 一個是問你的位移在哪裡 你剛才用那個速度去算出來的是位移 不是位置 不是位置 那同理我們的旭祥哥離他多遠 小女生 趕快的小女生嗎 趕快的小女生 Number 4 4號 你說什麼 100 跟剛才一樣嘛 旭祥的速度是5 所以20秒位移100公尺 所以0加100 所以0加100 所以他就100公尺的地方 誰要問你的地方 這題 不太需要 這題 這題不太需要特別 強調方向是東還是西 好不好 我這題不太需要特別強調 有的題目是要講清楚 他是向東向南向北的 這就是我們簡單的 一些小練習 OK OK